應該是99 我忘記誰了 我忘記誰了 好像是99 然後再來是我 然後再來變你 然後再來換收貝喔 對沒錯就是這樣子下去喔 那真的我是覺得 SAN在比賽的時候真的是特別強 真的 他比賽的時候真的是 有點實力啊 沒錯 大概比他平常練習多個三四百分有 對有 確實 好那現在第一場比較開始的地圖是 普羅西馬太空戰 這張地圖是SAN選的 我看一下這邊應該是SAN選的沒錯 好來介紹點位的地圖 左下方 左下方是來自瑞典 這次日本代表 聖者組冠軍Winter 紅色蟲族 好在地圖右上方 這是我們台灣蟲王SAN 藍色的蟲族 這邊SAN 這邊Winter是選擇了12D 然後沒有瓦斯的 沒錯 這個打法其實 昨天Winter用了兩三次喔 而且他有取得一定的成效 這場SAN是裸霜 對 這個就要看看SAN要怎麼守 對 昨天最後一場就是這個開局 SAN打Winter 就是裸霜對上12D 5瓦的 對 那面對像這種情況 如果SAN把惡況取消的話 小虧 對沒錯 能打但小虧 那他也可以選擇另外一種就是 假如他今天有流暖的話 他用他生出來的異化蟲 加上弓兵來硬守 那這樣的話 能守住的話 那就是OK 就是平盤不然就有優勢了 我覺得今天SAN應該會 吸取昨日的教訓阿 我覺得他這一次一定會流暖 喔! 哇! 哇! 這個真的是棒手一搏阿 太神阿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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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這看到一瞬間要怎麼做嗎 炸掉 這炸掉然後回家 穩手 很難穩手阿 你看這個 這個狗池有點晚阿 別怕好不好 別怕 阿不行 很難守真的很難守 我突然覺得 這超難守的 對嘛 哇這一波 你要吸取昨天的教訓好嗎 哇這一波真的 真的有點難守 光看這個氣勢這個壓力 哇 這個等等上去還會差 可能會差個地刺喔 沒錯 就算是我們的 台灣叢王SAN 沒有錯啦 也是很難守 哇這直接差兩根地刺 這一定要差兩根地刺 沒錯 第一時間 偶大工兵 這個狗包得還可以喔 其實我覺得他們應該共享那個小鳳 欸我覺得他 他有個地方可以進去 然後讓他的工兵可以集火 哇這邊 哇這邊狗出來做包夾 這邊SAN的兵役 一大幅領先 哇這個咬掉了 但是這邊還有兩根地刺 沒錯 喔這優勢 這個應該是有優勢喔 但是這兩根地刺非常關鍵 我覺得不好說欸 這個SAN等等就是要一直 因為他是要有經濟嘛 他就是趕快把他的狗 慢慢一直 越來越多越來越多續起來 然後加上第二隻後蟲 再搭配這個地刺一起打 喔但是他這狗是被插 欸地刺沒有放下去 可是地刺在那位子也蠻尷尬的 這個應該是攻擊不到他的 欸他打到主堡嗎 如果打不到主堡的話就 他可以拔起來啊 就可以打到主堡 他只是選擇先把他的狗 狗池給打掉 這邊掉了 其實我在想他工兵要不要 回去採礦算 對 因為現在其實雙方的採礦工兵差非常多 然後現在都兩隻慢慢出來了 欸那隻工兵有點送掉了 哇這個真的是 哇被插了 好 我覺得再續再續 換個角度 換個角度再來一次喔 氣況給他也無所謂喔 你覺得守住了嗎 其實我覺得 我自己是覺得守住了 我也是覺得守住了 對因為你看 我們看狗量嘛 狗量其實差不多的 但工兵很多 他多兩隻媽媽 對不對 那他如果硬要打的話 事實上我是覺得啦 可以平一波 這這往前就是要衝的意思喔 欸欸欸欸 工兵沒有要上 哇 Sam那邊覺得他只用 喔有工兵殺 工兵殺 好漂亮漂亮 這應該是ok的 對而且後面還會有那個六條狗出來 沒錯 好這邊應該是守住了 漂亮這一波 好工兵不能死 好這Winter打出了 GG 哇Winter都笑了 我們恭喜Sam先拿到第一場比賽的勝利喔 呃我覺得這場的關鍵在於 你剛剛 什麼 在於你剛剛有覺得 Winter會贏 沒有 我剛剛那一瞬間我突然覺得 欸 不太對好像真的好強喔 對不對 這要看起來真的是蠻厲害的 這真的你不覺得 你看到工兵跟一群狗 壓過來 你不會有壓力 對啊所以這招 就是關鍵就在於 剛剛說 我覺得Winter這招很強 不過確實 我是覺得Sam防得很好啦 對啊 其實關鍵在那個啦 Sam的王蟲的飛法 你們剛好注意到嗎 他是從人家的那個 必經之物那邊飛過去了 對 所以我看到這一波 所以可以讓他早點有反應 他如果他如果剛剛是譬如說 他可能沒發現 人家工兵已經到他家了 他才把他的二框炸掉 然後那時候他可能 他可能 他的卵已經補農命了 他可能就死了 沒錯 因為其實剛剛那個Timing點 剛好是Sam的第一波喷卵出來的時候 對 他就直接留著那個卵 對 他如果真的是工兵按下去了 不好說 所以他第一波出來是有六條狗 你能夠守 不然他可能就死了 對對 好那這邊Sam先拿他在Bow氣的第一場比賽的領先 我覺得這個 Bow氣來講的話第一場就還好了啦 對因為畢竟你還有三場的扣打嘛 那但是通常第一場的比賽 會影響到第二場的結果 對 因為畢竟心理上 因為我第一場放招 那Sam穩守住的話 我覺得下一場 他就比較不會 那麼大的壓力 其實我是覺得Sam打比賽 一直都沒什麼壓力 也是 因為我們從前到現在 我們看Sam比賽 他就是直接 他只要打比賽 其實就是往上再加個幾百分 真的 好那現在第二場比賽開始 第五是深海嬌岩 第五是左上方 是來自瑞典 然後是這一次的日本代表聖水族冠軍 Winter 紅色蟲族 再一次12滴 哇這個 難道說 對 右下方 這是我們台灣蟲王Sam 這一次 再次再使用12滴喔 那這一次應該不是O-In 我覺得不一定會O-In 他以為 你覺得會再O-In一次嗎 應該是不會 對 這太惱了 沒錯 應該是不會再一次 然後相信我們這個 非函最強蟲王阿正 對不對 應該是可以 吸取上一次的教訓 穩穩守住 因為他其實昨天 他有稍微說過 他其實太貪了 他又出兩條狗 對啊他就補農民 他認為兩條狗能守住 沒錯 但是當時在討論的時候 像那個Rex啊 Sale他們都說 不行兩條狗就守不住了 對沒錯 其實應該是要留軟的 對因為我覺得 像昨天如果有討論過的話 那其實在應對上面 就會更加成熟 那這邊Sam一樣 這邊Sam是慢狗 他是17第一 然後17的開二礦 那這樣的開局 感覺上在Sam這邊 我覺得開局優勢是有點大的 對 這一樣還是要看他有沒有留軟做狗 這邊一樣是只有出兩條 對 沒有沒有還不知道 不是他這種開局 會刷六條狗吧 哦他六條狗 哦 因為他慢狗啊 他們這一次就有 這一次他就有正常的做出六條狗 對這個的話基本上就有克制到了 據說他們是有經過特訓 對 觀念有稍微討論了一下 所以說這一次他們對於 要守住這個12D是非常有信心的 沒錯 好 那這邊來看一下 這邊基地基本上是不可能咬掉 那狗也快出來 喔這邊狗還比狗跟狗一樣多 他沒有什麼時間咬基地 對 對 那這邊稍微等一下時間咬 小心自己的位置咬 那畢竟是有地力 欸 有點被反咬了一點點 目前狗差不多 雙方互相拚小狗的操作 這邊要很很小心喔 這邊其實 其實這個San的這個小狗血量比較少 不過這隻媽媽來救駕喔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把這邊逼退喔 San就拖時間而已 對 後蟲來就穩贏了 對那現在來講的話 基本 欸這邊其實狗量有點多 但這後蟲的戰鬥力比較強 欸 有卡位置 欸 哇哇糟糕糟糕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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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沒關係 這要拉農民的吧 要拉農民 剛剛感覺上是可以守住的喔 不是吧 這 這 不拉農民 它狗的血量比較多一點啦 稍微做一個小操作 還是可以守住的 但其實死這隻媽媽有一點虧 後蟲不該死 對 看來講話要小心點 好 我會 多加注意我的言行的好不好 這個目前來講的話 我是覺得可以接受啦 其實原本應該是大優的 變成現在看起來是五波 因為對方的惡況也好 沒錯 那隻媽媽其實死了有點不太應該喔 主要是第一波啦 第一波不是那個 它狗出去嘛 它往斜坡那邊走 有被稍微先 先手打了一下這樣子 好 那這邊 持續做一下偵查喔 那其實對Winter這位選手我覺得 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它的繞狗啦 它非常會利用狗去帶節奏 這邊是很開啟自己的三框 同時也被Winter發現 多線打滿好的 對的 好 這邊狗速 正過來偵查一下 看有沒有機會 這邊系列座不錯喔 堵住斜坡口不讓你上去 然後門口一根地刺 求穩防守 那目前來講的話 其實我覺得SAN這邊來說 因為它畢竟科技上有優勢了 然後三框先開 畢竟狗速嘛 可以掩護它自己的三框 那這場Winter的話 因為之前看Winter打 打這個DVD 它很喜歡 很喜歡這種無瓦狗開局喔 先把工兵補起來 對 再追科技的打法 好 好 那現在 呃 這個情況下 希望跟工兵差不多嘛 那我們就直接看這個科技 那科技來說的話 其實SAN也是稍微領先的 SAN的二本還沒有開 但是它的三基地已經放出去了 Winter這邊先升二本 喔先升二本了 我剛剛看成那個三基地 是二本的那個 圖案 對 眼花撩亂 那這邊 我覺得等下SAN應該會直接爆蟑螂去打 看到太多 好像最近 我們最近看的比賽蠻多局都是 你招到用狗速出來以後 然後你的三框點出去的時候 就會出蟑螂然後去 嘗試去做壓制 Winter這場也想要把他的三基地開在下面 對 這邊有機會咬掉這一隻 咬掉了咬掉 喔轉轉轉 可以接受 進去看到對方的 逼工兵出來救援 然後咬掉對方一隻媽媽可以接受 那這邊剛剛也看到對方二本 究竟SAN能不能讓冠軍留在台灣呢 對 好 那這一個 其實我們有那一種討論過 其實你不覺得 這個三框位置蓋這邊其實比較危險 因為這個框啊 上面的結尾時候可以直接砸下面 刺蛇也適合到 對 因為基本上你放那邊 你那個框等於是人家進攻的時候 你沒辦法採集 比較難防守的三框 對的 好這一個三框是沒有任何工兵的 那這邊 反繞了一些狗 但這些狗是沒有狗術的 那這邊是已經爆了大量的蟑螂喔 一口一刷了七隻 喔好多喔 這太多了吧 這是要去壓制的吧 這是不是要打那個蟑螂狗毒爆 對這應該是要直接打一波了吧 因為這時間點你看 可是你不覺得 他其實要這樣打 他其實剛剛不用出去給他看 你覺得 你覺得要走出去給他看嗎 我覺得Sam這個不是一波 他就只是壓一下 你說假壓然後 就壓制而已 迂迴嘛對不對 嗯 他後面也沒有爆狗啊 對 然後他好像也 沒有毒爆蟲草的樣子 所以這就只是壓過來 給點壓力 然後等打一打就走了 對 但其實這邊 Winter他也是蠻極限的防守喔 第一時間他的蟑螂已經出現了 不對吧 這是壓吧 都臉上變毒爆了 打得下嗎 我覺得 好像有點難欸 正面部隊人口 事實上沒有差多少 我不覺得這打得下呢 對 好直接上了 我炸掉了 欸 毒爆全部卡在後面 喔稍微拉一下陣型 不行 這個蟑螂雖然輸太多了 而且重點是 沒有體速啊 這一波要被吃掉了 哇這虧爆了 對這虧爆了 對這虧爆了 哇現在SAN真的是非常劣勢喔 這一波其實 這個SAN其實在 他這一波雖然說打過去了 但他家裡其實在偷欸 對 他有 他在升那個蟑螂速度 然後升那個工坊嘛 他沒有 他也不是什麼極限的一波 所以他剛剛那個還算是假壓囉 我是覺得他剛剛看到那個樣子 可是應該是 他沒有 因為我們是上帝視角嘛 對 Winter有藏一些兵在斜坡那邊 他可能沒有看到 他覺得他的兵比對方多 所以他還在打 而且剛剛他也退無可退嘛 因為畢竟 對方有提速嘛 我覺得他第一時間退就退得掉了 對 你說不進去衝嘛 對 就不打 就他第一開始打 看到我一根第一次的時候 那時候他直接退 蟑螂是不會死的 對 可是其實 我覺得跟他互壓的話 其實我覺得 還是差不多耶 對 真的還很難說 因為雙方的工忙事實上 是差不多的 那Sam這邊來講 他是稍微有一個人口上的領先 但是 他人口領先是因為 Winter有偷偷轉的飛龍塔 他的龍塔已經 一半了 一半以上 這邊 喔 發現對方的意圖喔 那要看一下 這邊Sam有沒有知道 對方的龍塔 會不會看得到 那這邊Sam把自己的事況點起來了 目前龍塔還沒有看到 我覺得這會是一個關鍵喔 雙方都開事況了 那這邊的話 有可能 因為畢竟現在是一個焦灼狀態嘛 雙方都在 在統治自己的科技 跟經濟喔 那這十次飛龍 我覺得 如果一瞬間 出現在地圖上 Sam就只能兩種選擇 一種就是拼命的歸了 要嘛就是 趕快去壓制看看 但其實現在這個情況 應該打不到什麼 對 沒錯 因為其實對方蟑螂的數量 是ok的 然後從台也鋪得不錯 地次也已經先擺齁 對的 哇 這邊一口氣十條飛龍 直接出來喔 先點掉這個媽媽 哇 正面直接做一波交戰 但是陣型 喔 這張的數量非常多 直接捅穿 哇 這捅穿了 捅穿了 後續 後續的兵力 有沒有上來 非常回舊 非常回舊 回來了 哇 可是那個地次沒有打掉欸 又補了一口 哇 WINDER的陣型真是好 對 可是我覺得剛剛第一時間 打上去是ok的 只是 只是 只是後續 他這個飛躺回來回舊 對 如果沒有這個飛躺 應該是可以贏 但是沒辦法 因為畢竟他有轉了一個 這個飛躺 然後 這個飛躺把這個 結尾蟲點掉 基本上就會非常難打 欸 正很喜歡把這張反場蓋這裡 可是你不覺得蓋那邊很容易被打嗎 他每一場都蓋那邊欸 我記得之前不是有一場因為那個 這張從巢喔 反場不掉了嘛 然後這張蓄不出來被多現 沒錯 就是昨天的事情 沒錯 好 那這邊的媽媽各種 被夾擠喔 事況也掉了 好 那現在來看一下喔 這邊直接從這邊做一個入侵 然後但是這邊刺蛇沒辦法沒有漏盾喔 這邊必須其實差有點多 喔 有刺蛇 有刺蛇 對 前來不及了 誰來不及了 但是這樣數太少 對好 散大雪的聚聚 我們恭喜Winter這邊搬回一城喔 比數贊成1比1喔 那剛剛其實我覺得最大的關鍵就是在於 散第一波去壓這時候 他其實在那邊壓太深了 而且一開始他應該是要很優的開局 對 他17D 而且這次是有做6條狗 他完全沒有拉到攻兵 原本應該是可以把2框鎖住了 沒錯 但結果沒想到 對方後面又補了 多補了好像4條狗吧 因為我在想 他那一波 爆那麼多蟑螂就打了用意 喔 說後面那一篇嗎 對 因為其實他沒有提速嘛 然後他上從台嘛 其實他 像你看到 我們看都覺得打不下來 他有可能原本是預測對方是走 跳飛躺的 飛龍 對 然後結果他過去就發現 對方有地刺 而且有蟑螂 但他當下可能看到說 覺得蟑螂的數量並沒有很多 他想打 對 因為那時候Wintern 他有些蟑螂是在比較左上放的地方 Maybe Saint是沒有看到的 結果他爆那波 毒爆加蟑螂打進去之後 對方的蟑螂全部上來比 蟑螂的數量還比他多 而且還有一根地刺在那邊 沒錯 然後重點是 那個蟑螂還有提速了 你基本上 貼上去基本上就走不掉了 真的 好 那現在第三場比較開始的地圖 是奧德賽 在地圖 右下方是來自瑞典 代表日本的Wintern 紅色的蟑螂 在地圖的左上方則是我們台灣蟑螂3 藍色的蟑螂 好 那這邊 喔 再一次 這是連三場12D是不是 喔 第一場12D all in 第二場12D 小狗打打看 他幾乎沒有打12D帶瓦斯 幾乎沒有 都是沒有瓦斯 沒錯 所以你如果真的蟑螂遇到Wintern的話 其實也可以考慮像San這樣子 常常17D開 沒錯 17D就是一個最穩的方式嘛 通常對自己16有新鮮的話就是 你雖然裸霜 我虧的打也沒關係 對 那你也不怕人家放12D 沒錯 那這一次的這個開局又再次抓到了 但 不確定這一局我可以拿下一些優勢 好 那這邊直接開啟自己的惡礦 那這邊直接做8條狗 好 這邊直接 喔呦 San好像又沒流亂了 兩條 因為我看他把弓兵按滿了 他把弓兵按滿了是不是 對 8隻 有流亂 沒有 這是狗池好的第一個卵出來的狗 喔 了解 所以這一波守起來我覺得會有點 有一點點危險 沒錯 那這邊Wintern還在出狗 總共出了12條 這邊要看一下這個防守 我覺得這個感覺有可能需要 San的狗直接去旅行 就這樣 這隻 他還沒發現被咬嗎 哇 這邊狗有很多感覺 那隻基地有點危險 這要炸了 這要炸了 他要炸了 他要炸了 這個放取消 這很虧欸 其實你有沒有覺得很神奇啊 怎樣 就是客製開局之後怎麼都變得虧 因為他沒有流亂 對 這邊就太貪心了 那如果說他今天沒流亂的話 這兩個差別在於 San他的狗數會比對方早 也就是說等等San他可以連拍兩個礦 他雖然說現在的惡礦比對方晚 但是他如果說用取消的方式的話 他等等狗數好的時候 他狗如果比方多嘛 他就可以一次二礦三礦一起開 對 但是Wintern這邊不行 因為他沒狗數 沒錯 因為其實蠻意外的 就是 照理說這種 這隻媽媽 阿呀媽媽 他這邊扭腰擺臀 但是狗數要好 這隻狗有機會全部吃掉 對有機會喔 這邊吃掉是一個蠻大的關鍵喔 對 那San這時候就趕快把他的經濟追趕起來 對 趕快刷一波農民吧 欸他一下獨爆蟲巢 有機會反打喔 只要想要壓制 因為對方事實上他是沒有瓦吃的喔 對 他這邊有放地刺 對沒有瓦吃他只能用地刺來做防守 這隻狗要全部吃掉 咬著潑狗 對這一波反打是有點機會的 咬掉咬掉 而且獨爆蟲巢已經好了 等等前面可不可以變幾顆 對的 Wintern還在刷農民欸 他還補了四隻欸 太自信了吧 哇這個你還不 喔沒有他好像沒有要變 那這樣的話San應該會直接開兩個礦 對 直接把三礦開起來喔 好看一下這邊 呃三 照理說啦如果你不打就是三礦開起來 然後農民刷起來 現在農民數還輸Wintern大概七十七十非常多 而且主要是那個採集率啦 因為Wintern現在二礦基本上已經開始運營了 而且開始開自己的氣礦喔 這名人口來到四三比三十六 七人口 七人口的差距 喔已經到十人口的差距了 然後Wintern這邊做一個細節喔 有放一隻小狗 干擾你 干擾你然後他的三 他的王蟲又在你的另一邊的可能開三礦的地方 撈一下 對 奮力抵抗 這隻公蟲 原本 當初是想要成為一條戰士的 沒錯 戰士狗 沒錯 但是頭錯胎了 對 變成了瓦斯 等等 他等一下也不可能沒有他還會取消 喔 對不對 他頭胎變成了 主堡 孵化所 對 哇他的資源真多 他沒有辦法成為一名戰士 但他可以產生出很多的戰士 我可以孕育出戰士對不對 哇 那這邊 我自己又讀口 我真的覺得Wintern的打法好像 沒什麼變過耶 你有沒有發現 就是這一套 就是 12D 然後不然就是5R 5R羅雙 然後直接衝三本 衝二本啊 二本然後狗馬 衝三本 然後三基地比較晚一點這樣 對 那這邊剩一樣的小狗在這邊看著對方三況 那這邊小狗持續的在繞狗 正面的這個工兵術還是輸了大概5隻喔 有點多 人口已經來到了死人口的差距 好 那現在這邊持續的利用這些狗出的優勢在地圖上面控圖喔 那這邊來講的話 Wintern他直接研發了蟑螂的移動速度跟遠程一攻 喔 蟑螂應該有看到 對 剛剛狗看到蟑螂的話就確定對方不是走飛躺 沒錯 好那現在來看一下喔 這邊來講的話 因為SAN其實剛剛把工兵追起來了 但 是輸在正面的部隊人口 因為其實Wintern他已經挺農民在暴兵了 對 那這邊這一波蟑螂事實上是有點危險的喔 這狗要走 對 這波蟑螂其實有點強 因為他到對方門口 可能是遠程一攻跟移動速度同時間完成 就直接兩框蟑螂一波的那種概念 對 喔 不過Wintern這邊卡人口 哇 真是關鍵 卡了好 對不對 卡了五 他一次做了五隻王蟲欸 差超多的 這非常棒 如果你沒有卡人口 可能正面有多五隻蟑螂 對 差不多 好 那這邊 第一次第一時間好喔 能否直接防守感覺 上次應該是有點機會 直接點上變這個街灰蟲 喔 取消了 對 好 直接想要走正面來做一波進攻喔 他把取消的那些錢全都變攻兵了 對 這個陣型 Sand還不錯喔 一個包圍網喔 然後想要來殺 想要殺媽媽 後續的蟑螂一直補上 不過這邊Sand的暴兵能力 也沒有 怎麼覺得很危險 怎麼突然覺得很危險 唉唷 Sand的兵呢 Sand的兵呢 好像還 他有十二條蟑螂要出來了 對 有十二條蟑螂 Sand那邊是轉飛躺 沒錯喔 你知道現在講話都會有點害怕 你知道嗎 不要害怕 勇敢的說出來 我剛剛 欲言又止 對不對 欲拒還贏 我真的太害怕了 我現在 我剛剛 下去我看那個Race看我的眼神 我都心虛了 對不對 我都心虛了 好 那 那這邊呢 看一下這邊 找到機會做一個落狗 那剛剛這邊守住的話 其實我覺得 算是有 稍微扳回來一點點啊 因為其實他剛剛原本是 各方面落後嘛 那這邊二宮正在提 這邊有分歧喔 對 這個Sand真的要出飛躺 然後Winter這邊也不是 就單純這樣 他是要走 買地蟑螂 然後打多線 我覺得像買地蟑螂像 昨天Winter他有一個協同非常漂亮 對 他是三線蟑螂盾進去的時候 同時間起來 然後搭配正面 對 那個真的是很難打 那一瞬間 幾乎都一定會死很多東西 當時對於防守方來說 是四個地方被 四個地方被打 沒錯 好 這邊去勾引了一下喔 然後把Winter的蟑螂引出來 正面直接出了大概 他的飛躺塔應該好了 所以這邊也看到對方的蟑螂 頭頂亮亮的 對 好 這邊直接把正面蟑螂清掉喔 但現在其實對Winter來說 他正面的部隊是蠻兇猛的喔 這邊第一時間 飛躺來做防守 喔 想要來做陰幻 喔 喔 這個小陰幻 你跑得掉嗎 喔 盾力在那邊打一個側面多線 哇 這個血統 唉唷 黃金礦 要取消 喔 取消了取消了 好走 主礦這邊有點麻煩 二礦也有點麻煩 再次的多線喔 哇 這邊第一時間 直接往後做一個拉側 感覺上我覺得 通常啊 主礦 二礦 只要被蹲地帳鬧了一次 就會無止境的來 哇 而且這三礦要被搶點了 對 這邊搶點的話 就有點虧喔 哇 現在直接用純蟑螂 把這三礦點掉 對 而且Winter這邊的黃金礦 已經開起來了 沒錯 這經濟其實已經有落差了 對的 哇 這個窄口 糟糕 對方的陣型比較好 又頓地逃走 這樣 當沒有OB是不是 沒有OB啊 啊 不是OB 沒有監察王蟲是不是 有監察王蟲 有 哇 這側面還在鬧 我以為已經解決了欸 哇 糟糕了 這個線應該是 他這個頭也不回了你知道嗎 這好像你只能殺過去 但問題是殺過去人家蟑螂都補出來了 對啊 哇 這比人 人家常常比你還多啊 連防弓砲塔都有了 知道怎麼打 對 這直接往前頂 然後SAN這邊打出了 GG 我們恭喜Winter 夏仙2比1 暫時領先喔 那這一場 我在想真的沒有人可以破 破他這個嗎 其實就是流軟嘛 對 你出六條狗 就跟你剛剛第二場深海交演一樣 出六條狗 你二況守得住啊 你也不用拉農民就守得住了 對 因為我現在感覺是 他有一種這一套打全部的感覺 對啊 就算你褲子打他也好像也是 打了打的也變優勢 而且你看 其實已經算針對到喔 他都連續 連續算是前 後面兩場都已經針對到說 人家會12滴打你 你都17滴開了 對 我覺得你就流個軟 出個六條狗 然後你看 你就跟著他一起出狗嘛 你接下來那個 SAN後面都是有狗數的啊 沒錯 你守住之後你還可以反打 我覺得還不錯啊 對的 結果反而就是因為他就偷了 然後二況要取消 這個有點虧 對沒錯 基本上你12滴過去也要取消二況 就已經是賺了 真的 對 那後面其實因為他又是5滴開 他經濟非常好 那你要去跟他進攻他 事實上是非常困難的 對 那我相信在等一下這一場 應該會有做一些變化啦 因為其實我覺得 其實打Winter 目前感覺到現在為止 我是覺得 他打法都其實還蠻固定的 對 俄本之後的變化會不太一樣 沒錯 好那現在來到 今天的第四場比賽的地圖 是艾爾飛生在地圖 右下方 是來自瑞典 日本代表Winter 紅色的重組 在地圖的左上角 這是我們台灣重王SAN 藍色的重組 好那看一下喔 那 這一場的話 我是覺得Winter 很大的概率會裸霜 我猜的 前面大招了那麼多招 那麼多次 心理系了 是不是 是不是 大招那麼多次 該偷了 你還不就是看到他開場沒有 蓋狗池 屁啦 我一開始就直接說他要裸霜了齁 好 對不對我一開始就說他裸霜了 哎呀 對不對 哇SAN這場 搞不好SAN這場就直接狗池 然後出六條狗 有可能有可能 然後過去被人家守住 哇虧爆了 怎麼樣你覺得這場誰 Winter是不是優勢很大 我當然覺得Winter優勢很大 這優勢超大的 那個感覺 是不是覺得 哇這開局一開始的博弈 直接領先了 對啊 哇這個經濟 難道他的 博弈能力還在重王之上 對啊 哇天哪 竟然比阿正還猛 太深了 而且你看這個狗池速度 對不對 然後那個狗速出來不得了 好 那現在這一隻王蟲 雙方王蟲都飛到中場 那目前看一下雙方的這個基地喔 呃 因為畢竟SAN是一個比較 穩的開局嘛 對 喔看他這場 他 SAN這場就是有流軟了 你知道嗎 有 他這次有流 因為他王蟲按下去的時候 如果沒弓兵就表示他有在存 他等等可能就是做 哎呦 他那個暗自攻兵 他有看到些什麼嗎 應該 欸沒有啊 他應該還沒看到東西才對 因為其實這張地圖是蠻大的 作為是後蟲 好 哎呦 他全部按攻兵 喔全部按攻兵喔 有沒有 他是要開嘛 偷礦嗎 他要偷那個野建築物 你覺得他要野什麼 你覺得可以野什麼 我總覺得好像沒有野的必要 對不對 毒爆蟲巢 不太需要吧 不然他幹嘛這時候 這時間拍一隻公兵過去 要野野之後 有 上蟲也不太需要啊 我覺得我通常想到會野的就是這手飛躺塔 對啊 只有螺旋塔 只有螺旋塔有野的價值 對不對 他後面插一根地刺 正面放一個毒爆蟲巢 那一隻公兵到底在那邊宣羅要幹嘛 好 側面兩條狗繼續做一個偵察喔 那這邊第一時間有媽媽跟狗來做防守 好 這邊看一下喔 真的很漂亮 欸 他提二本 他提二本我覺得他要跳飛躺 可是他附近沒有蟲啊 他要怎麼野 對啊 這也很奇怪啊 那他那隻公兵在那邊幹嘛 他要在那邊開視野其實放蟲蟲在那邊就好啦 有沒有 有一種野法 可是那很很虧的那一種 你知道那種野法嗎 有什麼蓋主堡然後取消 對對取消那種野 可是他那個那個建築會扣血啊 對啊 很奇怪欸 所以他那隻公兵到底是在那邊巡邏 還是他被排擠了 邊緣人 有沒有可能被排擠了 大家都挖礦不理他 這讓我想到他可能 一個人在遊樂園的感覺 對 孤單 寂寞覺得冷 對不對 好 那這邊進去 欸欸欸 其實看了一下喔 發現 三框那邊也被咬 但是三框有防守 對對 毒爆 好 這邊稍微做一下交換 這邊的毒爆操作 結果 整個Winter其實 他操作的小狗是這樣細膩的啦 如果這幾天的比賽有看下來的話 他確實在多線上面打得非常出色 我個人覺得 他就是別人 你看 沒有 偷 他要偷也太 不是 他那麼早出去幹嘛 對啊 要偷這框那麼早出去幹嘛 除非他今天是要避開那個 San那兩隻王蟲 他早點出去 這樣的話 小地圖就永遠不會出現 有一隻公兵跑出去開三框 沒錯 這是有可能的 可是 超早的欸 然後他走飛塔嘛 所以他外面那個框 其實只需要瓦斯 對 沒錯 這確實會讓人家有一個誤判喔 因為基本上這一波過去的話 其實San會先去看他的三框 到底開了沒 那如果沒有開三框 San這邊的感覺會覺得 很安心 他想說你都沒開三框嘛 對的 好 San這邊先進攻了 這個移動書看起來是蟑螂 沒錯 然後搭配了很多異化蟲 從燈到晴天在變毒暴 對 我記得其實我剛好看到那個 Winter已經在補地刺喔 他家裡應該有四根地刺 他這邊又補兩根 有沒有 哇 而且他這波打怪 沒有三框可以打啊 對 重點來了 這一個 是智商嘛 智商壓制 而且這個毒暴也蠻多的 這要炸有點困難喔 我這有地刺加毒暴手 六根利刺欸 這有點穩啊 哇 這直接往前A 哇 糟糕 一顆一顆毒暴全部都這樣過去了 哇 我覺得只要進去那一瞬間 往後做一個拉扯 完蛋 攝影師他一定覺得自己有優勢 因為他沒開三框嘛 對啊 對 兩框非常出來 點毒暴 這非常有點快喔 六分十秒 差不多 差不多 你覺得會不會 那個 往上走 欸 怎麼沒有三框 應該是不會走到那個地方 對 哇 現在 因為他現在目前情報不透明嘛 對 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其實三框已經偷開了 然後 已經 是還沒有開瓦斯 但是這個其實 在重生戰是一個蠻大的關鍵 喔 這邊繞了一波狗 但是讓他被包住 喔 毒暴蟲來做一個 喔 還行還行 這邊是有反應 有反應到 喔 這邊直接有放了 哇 要到邊邊變毒暴了 對 要變兩顆毒暴了 好 這邊飛 飄出來喔 開始在清這個蝗蟲 這個二本也快好了 但其實說真的 剩下是有經濟的優勢啦 但是就是這個飛龍 真的 很麻煩 這個打法感覺是有準備的 沒錯 哇 這個 包子彈龍真的蠻痛的 但這蟑螂真的這時候真的蠻 欸 這個工兵剛好偷渡過去欸 沒有被發現欸 太神了你知道 這個工兵 在小地圖上面超明顯的 對 就是那個馬 他把他的王充點掉了嘛 點掉的話基本上 沒有視野的情況下 他就是 他可以這樣破 就直接拉過去了 補農民補了一波過去三礦 那目前這邊聖也決定要 跟他一起拚飛躺喔 但因為 剩下忽略一點 他可能有 聖以為他是三礦打他兩礦 他氣比他多 怎麼可能會拚輸 對 蘇不自其 Winter在上面偷了一片礦 哇 這智商有點被玩爆 重點是你看他這非常一攻要好 地面的蟑螂提速一攻也要好 這感覺上是有一點難的 喔 發現了 喔 關鍵關鍵 超關鍵的 欸 怎麼沒有殺光兵 上面有一隻蟑螂他沒控好 對 這一個發現 覺得是這場戰局的轉折點喔 但感覺上 還是第一時間被逼退了 哇 最硬那種 對 就變成一顆鐵蛋 鐵蟑螂 對 持續繞 那現在雙方的經濟收入來講的話 Sense稍會領先 但是氣體的存量 我覺得要拚 你覺得有機會拚得贏嗎 你說飛躺打不贏啊 人家三礦找找才 對 看一下 15隻 不好說欸 15隻還是蠻多的欸 可是Winter有一攻 可是Winter才8隻飛躺 15 VS8 這邊確實是已經追過去了 反而是 Sense的地面可能打不贏Winter的蟑螂 蟑螂有點多 好 這邊要直接去把這個三礦踹掉了喔 但是你看Winter的地面真的蠻多的 好 這邊直接把對方慢慢點掉 我跟你講這個時候通常 欸 幹嘛 充足就腦充血了 哇 那個飛躺剛剛往那個空區走 欸 人家來了 喔 發現發現了 第一時間回舊 我回舊回舊 蟑螂很多 對 媽媽快跑 這個礦取消 喔 有 第一時間有反應 能不能守住啊 哇 這個二礦應該是沒什麼地刺的 對 都是狗 哇 哇 來 六隻 六隻媽媽 哇 這蟑螂也太多了吧 六媽媽 頂住 六媽媽 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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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 可是重點來了 這邊其實Winter上面的礦 它全部回去它原本的三礦位的素材 欸 這個戰損極佳欸 對 這個飛躺真的太多了 多到那個吃蟑螂 那個打蟑螂也很快喔 哇 這瞬間打回來喔 上面那邊真的瞬間 轉出這個蟑螂是一個 轉出這個飛躺是一個非常大的關鍵 不過其實正常啦 你Winter 突然發現對方飛躺這麼多 你空丘失去了 一般人都會想去幹他 一般也不太會想到說 我今天飛躺比你早出 結果你居然 存了那麼多瓦斯 一口氣爆出這麼多的飛躺 對 好 這邊把這一個原本的三礦點掉喔 那在這邊的戰局瞬間有點翻轉回來了 這邊現在 有大概將近40人口的領先 這邊還持續爆飛躺 對 這邊小心 好 那這邊基本上又有空丘 哇 這邊直接做一個佳擊 哇 死光 哇 你不用走了 全部死光 這次就是有追擊的 這個一定是追到死光 有追邊點喔 沒關係 一隻給他嘛 對不對 好 他直接去打對方家 好 這一個空丘搶下來非常關鍵喔 基本上這時候的非常亮可以 喔 這刺蛇好多 可是 我是覺得現在 對於SANE來說 他有很多時間點他可以去擴張他的事況 然後再來就是 他有空間去轉地面 這好像要又取消一次 這非常 這個刺蛇量好像打不你這飛躺 這非常太多了吧 對 直接進去硬點喔 但還是很小心 直接狂點 哇 還是有點痛 這邊又開始繞狗 我覺得Winter他常常打到獵士盤的時候 他的繞狗通常會取到一點作用 對 腦子非常清楚 第一時間 剛好出來的狗來做防守 這刺蛇其實有點多 不過正面人口來到了 將近50人口的差距 SANE在第一時間 剛剛看到那麼多刺蛇 第一時間也升了獨爆速度 升到一半 這個媽媽 也是邊緣人 也是邊緣人 從地圖的上面散步 走了一圈 才發現想家了 發現走了一圈 才被大家注意到他 對 他其實一直在等我們take他 他後來選擇還是往回走 這邊可以殺點工兵喔 這邊是 我想說如果是被洗個澡就悲劇了 那這邊來看一下 這邊持續 其實我真的覺得Winter這個概念很好 他在獵士盤的時候 他一定會利用零星的小部隊去干擾你 不會讓你過那麼開心 同學他一直在干擾你的事況 現在的事況應該要取消 等一下我們看一下正面 這邊又繞進去了 正面很多 真的 哇大量的毒爆 滾滾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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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這個 不給機會了 這沒什麼好散的太多了 太多了 就已經都滾到底了 全部被炸翻了 這一盤 打得真是精彩喔 好正面也 自己家裡也用這個 剛剛出生的這個 章籃來防守住了 那這邊三框被點掉 基本上是沒什麼機會了 好強點 對 這個非常亮 已經是打破了缺口了 好 什麼都拿走吧 這個 四蛇塔 全部都拿走 已經沒錢了 對 四框 打兩框 非常上面還有三十字 這邊WINDER 打出了 GG 我們恭喜 SAN現在2比2 搬回一城 平手 哇 這一場就有頂住那個壓力 那種感覺 真的欸 這場感覺是有點 因為 SAN那一波打過去說 什麼東西都沒賺 還送了一波毒爆 感覺像是 而且 當下他應該是沒有發現 對方是有偷一個三框 沒錯 所以照那個局勢判斷 其實SAN應該是有劣勢的 在當下的時候 其實我剛好看到一個點 就是 他三框雖然偷得很早 但事實上他很晚才踩瓦斯 他是先踩錢 對他先踩錢 而且因為畢竟他是偷框 他沒辦法利用自己另外兩個肌力 去做這個骨頭面的動作 他整個肌力一直補 所以他事實上 氣也沒有多少 也可能跟他這場原本 設定的打法有關 他原本就是想要先出飛躺 然後先空土 然後我們看他很早就轉蟑螂 所以他可能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的三框 那麼晚才踩瓦斯 因為他本來就沒有打算 要跟對方用一大堆飛躺去消滅對方 沒錯確實 那後手這邊盛騎真的轉得非常漂亮 第一時間取了空空 然後直接讓這場比賽收入囊中 好那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計算比賽直接走開 我們馬上回來 快點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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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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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